就是说我给那个上了一个毒 给那个上了一个毒 给那个上个DOS 反正就是一大堆 然后究竟要报谁 对要报谁 哪个对哪个的目标是最值得报的 这个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导致了万花很大的一个叫做 叫做叫做上手蓝的一个问题吧 那对于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万花的调整 来讲的话 其实核心来讲 还是希望说把万花玩家的距离 就是高端玩家和和这个一般玩家 能做到的给中间给稍微中和一下 对拉平一下 这个来讲的话 是我们整个万花的调整的一个 一个最大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对于广大的万花玩家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只要你没到神机水平 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提升的 当然了 就是说对于神机水平来讲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说 也会带来收益 但是收益来讲的话 就可能不会说像 像前面我们派 这个比如说变化有这么大 对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那个我们对于高端的那部分来讲 可能只有简化 技能操作这一部分的一个一个收益 对对对好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是一个万花的一个一个 总盖吧 那总盖来讲的话呢 简单来讲就是说 首先这样子就说我们 因为今天的那个功能是还没做好 所以说我只能说就没有办法演示 因为我们会 首先是改善操作 操作这块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给万花来讲的话 一个 一个 一个界面 也就是说万花来讲的话呢 会非常明确的知道说 我 我给 我给谁上了几个读 然后呢 这个读 加在一起还有多少时间 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们有个界面 会告诉 叫做 告诉万花玩家 告诉万花玩家 他自己能看到的 对方只能看buff 也就是说万花玩家 自己能看到 就是说我对 我对哪个角色 哪个 哪个角色 他爆 他爆的 爆 爆dots 能产生 多大收益 注意 不是具体的收益的数值 他不会预先算给你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大概是 哇 是 max 这么高的 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会把一个 一个被万花上要读的玩家 的所有的 的dots 剩余时间来讲的话 都会把它累计 累计成 换算一种 一种方式 然后这种方式 会通过界面 很明显告诉万花玩家 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在 就是说在操作上来讲的话 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调整 那 其次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增加了万花的一个生存 我们会把这个 碳因子 对 碳因子 变成了一个 解控 对 解控 就是说他默认来讲的话 是一个 就是一个 附带有解控的一个效果 对 对 对 也就是说 玩家可以在被控的状态 向后退了 然后其他所有功能来讲 依然是保留的 那另外来讲 我也默认给春泥护花 增加了对应盾的层数 和对应的 豪针的效果 也就是说 我们会把豪针的效果 合并在春泥护花上面 也就是说 春泥护花默认会 原本来讲是五成 然后现在我们会变成八成 同时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会会带回血效果 对 这个就是 刚刚说的几点来讲的话 就是万花来讲的话 叫做 叫做比较 就是叫做 公用型的一个调整吧 那 那另外来讲的话 有一个 一个我们 正在考虑在做的一个东西 那也跟大家去沟通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会把蓝吹这个技能来讲的话 作为一个 叫做 叫做内功 爆发 或者叫做 叫做 叫做集火目标的一个指向标 对 一个标记 也就是说 换个角度来讲 就说蓝吹的这个木 蓝吹的这个技能的效果 会额外增加一个效果 就是会 会减少 对方的内外攻防御 对 注意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当蓝吹被标记蓝吹 再加上 被 如果被唐门金鱼的标记 那这个目标的杀伤力 我们就 对 就非常危险 对 这个来讲的话 当然是需要 对我去配合的 当然呢 这个带来的一个叫做 损失就是说 我们会让蓝吹来讲的话 只能对一个目标 去上一个这样的标记 当然你可以随意 随意去换蓝吹的目标 但是问题就是说 当你换了一个蓝吹目标 你就不具备这个标记能力了 对 对 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正在去做 当然很多东西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当蓝花标记了蓝吹之后 那其实这个目标来讲的话 能受到蓝花自己本身 齐穴里面的加成 还有 还有队友 对他的加成 就会非常厉害 对 当然同时来讲话 根据前面刚刚说的 就是说蓝花 蓝花在刚刚的 这个界面上的一个提示 那对于蓝吹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整个蓝花 你可以看到说 他自己打起来的套路 会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 我对方 我要让队友激活谁 那对于蓝吹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我自己对于那个目标 现在是能爆发出 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都是非常的明确和清晰的 这个就是我们很核心的 想去解决蓝花 对 行 那要不演示一下蓝花的技能 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对 对 包括治疗 对 先过一遍技能 慢慢花 对 然后我们把避点技能 我们把避点技能乱撒清革 也移交到这个技能 技能面板 也就是说玩家不需要点 不需要点 骑血里面的乱撒清革 他默认就在面板里面 这个也是跟刚刚说的 就是说 属于技能合并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像乱撒来讲 他同时带有 就原本的 万花里的爆发 按N多个爆发 现在变成了说 不需要 你只用按一个乱撒 对 就可以爆发了 然后我们给清风锤露 做了对应的背衣特效 杀杨纸 蓝筹 这个版本来讲话 刚刚说的那个 提示功能来讲话 是还是没有做好的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对 给大家打一套 上阳出去 上阳蓝锤 中林 于是 陶珍玩家在问 那个陶珍不在了 陶珍已经合并在春梨护花里面了 春梨的技能本身 就是等于春梨的技能来讲话 自在是陶珍的 也就是说万花来讲话 整个输出循环上来讲话 阳鸣流和快雪流依然是保持的 对对 好花的最高爆发 水越乱散 雨时 然后 刚刚 春梨 今天本身是八层八幅 现在是 新楼清新 新楼 清新 看下 避水 避水 至少 看下 南花 有这个 好 然後就...電臉 纏著 聽風 你直接看一下這個聽風 太音質 然後...筆針 還有最後一個粒針 順便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的驅散 上面指跟粒針是合併在一起 而且粒針具有更強大的效果 它可以直接去算兩個有方和粒針和簡易 可能有很多想問 覺得豪針的合併到春泥的八層是遠遠不夠的 這一點我可以跟大家說 你們放心我們是知道這個情況了 所以我們在奇特的琪雪市對萬花的生存能力做了很多的補償 這個是不用擔心的 因為其實今天來講的話 不會說到具體的細節 對 所以說也就是說 等到奇協具體的細節來講的話 因為剛剛講的只是一些方向性的問題 所以說來講就是說 每個門派來講 反正我看到每個門派來講的話 能改到的奇協都非常的多 起碼來講的話 都會有大概十幾條 像萬花來講的話就有十幾條 就是在一個套路下就有十幾條的一個調整 所以說對你來講的話 也就是說某一個技能來講的話 看上去今天說的好像是今天他不見了 然後何必了 但實際上來講的話 在後面來講的話 後續裡面做的東西來講的話 他遠遠比這個多的多的多 也就是說對應裡面來講 他怎麼給回去 其實這個玩家來講 只有你看到了之後才會知道 對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說的很重要的一個東西來講 就是說對於每一個門派的痛點 那這個痛點來講它是什麼 然後我們對應的改動 然後另外來講 也就是說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對應的新的技能的效果 對 好吧 所以說這個來講的話 那行 那其實如果要說萬花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萬花的這個抽籃流派 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也做了一個很大的改善 也就是說玩家可以通過 西蘭花 對西蘭花 那對於西蘭花其實在曾經某個版本 還是挺強勢的 對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依然希望說是玩家 能做到說不同的門派相克吧 因為就比如說對應有藍的門派 像遇到萬花這種西蘭花來講的話 那其實確實它就可能很難發揮出來 這個其實也是希望我們能做到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萬花遇到一些 比如說像湯門那這些完全不需要來 或者沒有藍的職業來講的話 如果你點了西蘭花的話 那可能就會浪費掉三個旗血 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來講 我們是希望說玩家能自己去做一個選擇吧 對 基於你的配搭和搭配 那對於你來講的話 也就是說肯定 就說某些職業 也肯定是一定就某種套路 也一定是會用藍的 所以說也就是說即使你點了 他在 奶媽肯定會用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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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對已經有提示了 也就是說在西蘭花的這個加強之前 就加強之後來講的話 其實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對於萬花來講的話 對於某些職業的克制 它會變得更加明顯 更加明顯 對好吧 當然至於大家如果要去選擇去點西蘭花的話 那它也會消耗掉 反正我現在看到是有三個齊穴吧 第九層第十層和第十二層的某一個齊穴 對去點出西蘭花 所以說換個角度來講 也就是說今天說的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來講的話 是說只有大家是實際上看 那其實就是叫做 叫做我們這個中國古語有幾句話 叫做一個來講的話叫做一夜帳目 一個呢叫做盲人摸像 其實就是說今天說的東西來講的話 大家其實不妨回去冷靜思考一下 然後呢思考完之後 等到玩到了之後呢 然後再去仔細的品味一下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更有意思 對 剛剛我們玩家說沒過到芙蓉 然後這裡給大家放下芙蓉冰冰 控制技能 我們還有聽風裡面用吧 聽風用了 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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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切一個齊穴 還何必切一個內骨 我們的美術特效同學也是非常有心的 切合官花特效裡面 琴起出畫種各種元素 像聽風就是以一個畫圈的圈軸的形式 然後做到一個自己和隊友的一個雪亮的分享 行 要不我们来说一下少林 对 好 少林是这样子 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少林是我们尝试去经历